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加入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二范数的计算 对 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了 一范数二范数的计算方法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二范数的计算 下期我给您讲解 一范数都是很简单的概念 请您不要往难处想 越简单越好 其实很简单 马上看 今天的知识点就这么一个 使用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的 二范数的函数计算一个向量 该怎么计算 首先说什么叫做二范数 我这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就是大家请看 平方和开根号 几个数 各自求个平方 然后再求个和 最后一开根号 就叫做二范数 有朋友说我学它干嘛 对吧 是这样 咱们在很多的计算中 咱们在计算距离算法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两点距离的最短路径 这个时候基本上您会用到二范数的定义 今后我给您讲到实战时 咱们再说 今天作为基础知识点 您要了解什么是二范数 它的公式是什么 我再说一遍 平方和开根号 怎么开的 马上看代码 OK 马上进入今天咱们实战代码的部分 代码其实很简单 一向来import一个tensorflow 我先给它import一个 是这样 今天我这又写了一个log函数 今天咱就来两个吧 好不好 这个是作为咱们主体的基本函数运行 是这样 以前我给您用的collab 这个是白色主题 是吧 从今天开始 我尝试一下黑主题 看看效果怎么样 OK 咱们先手续回来 咱们可以正常的import这两个报 然后大家请看 我首先 咱们先定义一个A数组 这个A数组 我用的是tensorflow的fuel的方法 这个A数组的为数 大家请看 是一行两列 我为了简单化 所以说我这个数组里面 其实就两个数值 我填的几 大家请看 value 我填的是一个实数2 好不好 咱们先看看这个 今天咱们就要计算这个A数组的 或者说叫做A向量的反数 好不好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这么一个tensor 它里面只有两个值 对吧 是一行两列的这么一个tensor 或者说向量 咱们要算算它的范数 该怎么算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一行 就考定啊 tf.normal 这个就normalize 这个就是计算范数 我后面其实还可以指定参数 在我不指定参数的前提下 它就是给咱们计算二范数 咱们看看得了多少啊 拷贝 然后咱们再开个代码块 稍等 运行 是几 2.828427 怎么算的 平方和开根号 咱们开开啊 咱们这个A数组里面的值是 我看在哪了 这是两个2对吧 OK 平方和2乘以2 是4对吧 这是第一个数 第二个数呢 还是自己的吗 2乘以2 也是4 平方和1加是8 那么对8再开根号得多少 就得这个2.82 对吧 有朋友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8开根号得2.82 咱们算啊 如果是9开根号得多少 得3吗 对吧 你看这个2.82 是不是接近于3 说明它就是 对8开根号得到的2.88 对不对 好不好 OK 那么有朋友说 我还是不信 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平方和开根号 没关系 我给您推导一下 怎么推导 咱们看啊 很简单 马上就能推导出来 计算验证 怎么说 咱大家请看 我跟您说的 计算二范数是平方和开根号 对不对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先做它的平方验证 然后求个和 最后再开根号 这三个函数 您总得相信吧 平方 求和 开根号 所有的函数 所有的语言中 都是这几个写法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先求A数组的平方 看一看 或说A向量的平方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四四 对吧 一开始是二二 对不对 然后呢 每个数值元素 都自己乘个平方 就都自己做个平方计算 所以说二二变成四四 如果我是三三 那这就是九九 好不好 OK 平方出来了 然后呢 求和 对吧 把A数组进行个求和 这再出不来 对不对 走你 大家请看 两个四 一求和得几 得八 对吧 然后咱们说了 平方和再开根号 然后咱们对于这个八 这个向量 咱们再开一个根号 对吧 得多少 刚才的 二点八 对吧 二点八 二十八 四二七 跟刚才的这个 一样不一样 哎 这个就是这个TensorFlock 给咱们听到这个 在哪了 计算二范数的函数的 具体的计算过程 当您明白了这个计算过程之后 我觉得您就不用再向我 这个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了 对吧 您直接就调用这个计算二范数的函数 就可以马上计算出来 它用于干什么 它用于算咱们这个深度学习 或者机器学习里面的最短距离 最短路径 一般都是用这个范数的方式 进行计算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TensorFlock中 如何计算二范数的方法 其实还能够计算一范数 我下期给您演示 同时给您留作业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还有一个一维数组 对吧 刚才我定义的是一个二 定义 虽然是二维 但是一行两列 里面都是同样值二 下面大家请看 这有个一维数组 我用的是认值方法 是零到九 对吧 这十个数值 那么它能不能求范数呢 也能 您用这个函数 求个范数 同时用下面这三过程 推导一下 看看是不是得到相同的结果 好不好 给大家留个作业 好 以上 结束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ethub上去 有心理朋友呢 下载参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